妊娠糖尿病指的是怀孕妇女出现高血糖的状况 由于怀孕时的身体状况改变 孕妇比一般人更容易血糖升高 如果身体无法适时调节 过高的血糖可能会伤害母亲和胎儿 妊娠糖尿病在临床上并不少见 也是导致高危险妊娠的疾病之一 必须谨慎以对 拥有代谢性疾病或体型肥胖的妇女 是妊娠糖尿病的高危险群 一有糖尿病家族史的孕妇 二高龄产妇 三过度肥胖的孕妇 四患有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的孕妇 五正在使用皮质类固醇药物的孕妇 六前次胎儿体重过重或死产的孕妇 七有妊娠高血压的孕妇 妊娠糖尿病通常不会有明显症状 唯有仔细观察孕妇的饮食和排尿习惯 病时常量体重才能发现异常 一食量变大 二饮水变多 三体重减轻 四瓶尿 五生产后更容易出血 妊娠糖尿病会造成胎儿的发育异常 严重时甚至会流产 一早产 二难产 三流产 四胎儿出现低血糖 五胎儿体重增加 六胎儿发育不良或畸形 七胎儿心肌病变 八胎儿罹患呼吸紧迫症后群 大部分的妊娠糖尿病患者 可依靠饮食控制及运动来改善病情 一在营养足够且均衡的前提下降低淀粉与甜食的摄取 二少量多餐 三培养适度的运动习惯 月一周三次 每次30分钟 四饮食与运动皆不见效时 可考虑给予胰岛素来控制血糖 三次 四位 五 五 三 四